这里是巩义的七帝八帘当中 最后一座帝陵 也是为北宋的第七位皇帝 宋泽宗永太陵 他是一位非常悲惨的皇帝 你能想象到 以他尊崇的地位 时候竟然被人把尸骨给挖了出来吗 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什么权利 当时有一位太后垂帘亲政 他在位四五年 在二十五岁时去世 可以说是英年早逝 在他后面还有两位皇帝 就是为徽宗和清宗 但是这两位帝王是被北方掳了去 所以呢 他也就成了这七帝八帘当中 最后一座帝陵 在这边区域呢 他一共是有两座帝陵 一呢就是这里的一座永太陵 还有旁边他的父亲 神宗皇帝的永玉陵 这两座帝陵呢 他们有很多的实相 是有各自的特点 就比如这里 是看他的实相 是一大亮点 在宋泽宗时期 直到这高太后病死 他才开始掌权 在他后来当众的七年里 这党派之争 是把国家的政事 搞得是一团招 他呢是一命去世 时候葬在这里的永太陵 但是在当时埋葬时 是路上 音域大雨 久久不停 而灵车 陷在泥者之中 宋藏队伍 只能露宿荒语 数天之久 在北宋灭王之后 当时有一个尾棋政权 是将这个北宋地灵 全部给倒了一遍 当时呢 有大臣来到这里 看到这个产像 是非常悲痛 甚至看到这永太皇陵 这尸骨都被挖了出来 当时有的大臣 只能解开自己的衣服 披在他的遗骨上面 这里呢 他是有一个尸人被刨了出来 很大的一坑 大家看他的痕迹 这一天应该是到腰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 特别的震撼啊 他这里的很多石像呢 保存的还是比较的完整 特别是他的尸人 头部都还在 这三个石像呢 是为一个组合 中间是为司马 在两旁 就是为库马关 在这一旁 这个人呢 是拿了一个马鞭 在当时在南方的宋高中照顾 听到之后是悲痛欲绝 但是也是无可奈何 这北宋皇陵呢 他虽然都是在田地里 但是整体的很多风土石像都还在 特别是这里 这里只是其中一个门 他这里在灵台 也就是他的风土四周 是有灵墙 而且会开四个门 这里是其中一个西门 每个门前都会有两尊十尸 虽然呢 是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这座地灵又被盗过 他的很多这个地上建筑 是已经没有了 但是这很多精美的石像 还是保存了下来 可以看到当时帝王的威仪 这宋泽中呢 虽然在历史上 这种掌群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评价 在历史上还是比较正面的 但是也是比较惋惜 在军事上也是取得过成果 也把国库变得开始充实起来 这因为呢 他死后无止 这后来的大宋天子 就所谓这宋徽宗 那我们这宋泽中的永泰陵 就先看着 下视频见 这宋泽中的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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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中